最新一次间谍以云 女主角就是29岁 来自西伯利亚的拥枪权支持者 布金娜虽然用学生签证在美国留学 但美国司法部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象 因为她在政治圈非常活跃 目的就是收集情报 为俄罗斯设立联络网 除了在3月和一名相信是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外交官共进晚餐以外 还有多名相信是俄罗斯情报机构 联邦安全局雇员的联络方式 检察官指控 布金娜和一位美国政治圈诊物有密切关系之外 她也向另一人提供性服务 以便在特殊利益组织换取职位 从中收集情报 不过法庭文件并没有揭露有关个人和组织详情 面对两大指控 控方以被告身份特殊 有潜逃风险 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 申请禁止保释 法官批准要求 布金娜和一位美国政策 布金娜的案件也引起俄罗斯政府关注 外交部发言人扎卡罗瓦表示 一切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,轻言说,专门 承认了信息 对美国政治人员评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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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据提供 在美国民运约的 她评论 在连接触的行动 为外国人员评论 政治学家分析 美俄峰会后爆出这件事 可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暗中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 而这种案件一般上 调查行动会维持几个月